一找个渣男过余生,能活着就算幸运,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这句话,我觉得太急奔了,直到前两天看到上海杀妻藏尸案的新闻,觉得正是这个理,那个变态渣男朱某终于被判处死。 而被害的姑娘却再也回不来了,两年前这件耸人听闻的案件,再次翻看案件经过,依旧历历在目,让人不寒而栗,两个人办婚礼,难得要有多不在乎,才会给妻子一场没有婚纱,没有鲜花,没有朋友祝福的婚礼,两个人相爱,难得要有多不重视,才会三番五次和前女友联系,多次出入夜店等场所,两个人生活,难得要多不在乎。 不顾家,才会和别的女人暧昧不清,收入一般的情况下还高额消费,两个人吵架,难得要有多变态,才会咬牙深恶痛绝地写下保证书,和购买关于死亡的书籍。 冰贵,杨历平这样一个善良有爱心,很受学生家长和同事喜爱的姑娘,就毁在了她的所谓的老公身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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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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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